好 接下来我们提及第三个指点 现金流折线模型的应用 前面两个指点解决了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现金流折线模型当中 它有哪些具体的参数 三大类嘛 对吧 一时间序列 二现金流量 三折线率及资本承担 好 三大类参数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些参数应该如何估计 应该如何测算 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估计 我们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 我们进行了复习 是吧 那个折线的方法 我们进行了应用 我们还通过一道立题 把这个股权价值和实力价值 都算出来了 好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 证明现金流折线模型的应用 就由此展开 所以这个指点 主要是进行立题的讲解 进行相关内容的一个回顾 复习强化 好了 在进行具体应用之前 我们还是把这个方法思路 这个小小的总结 然后再进行立题的演练 那么 对于现金流折线模型来说 首先我们要确定 它的一个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就一分为二 前面叫详细预测期 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我们都要预测出来 后面叫做后续期 一般情况下 现金流量就按照一定的增长率 持续不断地永远增长下去 在稳定状态下 这个增长率就应该等于 它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不管是实体现金流量 还是国权现金流量 还是债务现金流量 在后续期 它的一个增长率 都等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好了 这个时间序列 确定出来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看一下 它到底确定的是 什么样的现金流量 也有可能是国权现金流量 也有可能是债务现金流量 当然 最为常见的是实体现金流量 对于这三个现金流量 它的计算公式 第二章基础知识 我就不再多说 一定全在第二章 反正用债务会体系下 关于现金流量的确定 那么第三个呢 就效益折现 折现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一位同学 都已经搞定了 因为折现的问题啊 在股票价值评估当中 分段折现模型下 朋友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练习 好了 这就是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现金流折现模型 它的一些基础知识 好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简单 看一下下面这个计算公式 就怕同学们记不住啊 对于股权价值来说 它是详细预测期 股权现金流量的现实 再加上后续期价值的现实 那么后续期的价值 怎么算呢 它的计算公式 第一再除以RS 减增长率经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 股票价值评估当中 这个具体公式的运用 但在这个地方啊 由于模型不一样 我们的现金流量不一样 对于股权价值来说 后续期的价值应该是 后续期 它下一期的股权现金流量 再除以股权资本成本 减去永续增长率 得到后续期 期出它的一个价值 再往前于折现 好 那么这是股权价值的计算 对于实际价值的计算 那同样的思路 唯一不同的就是 参数选择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实际现金流量 用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可以了 好了 基本思路实际上很简单 没有难度 关键在应用 来 看一下立体的演练 第一道题 甲公司20某一年 每股股权现金流量 是2.5元 假设长期增长率为6% 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是10% 请问 20某一年 每股的股权价值 应该是多少 20某一年 每年的股权价值 应该是多少 怎么一看 面向未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 固定增长率模型 它的增长率 已经固定为6% 所以我们就直接 用这个计算公式 直接用这个计算公式 这不就OK了吗 就等于 来 它说 20某一年 每股的股权性能量 是2.5 那请问 这个2.5 是第0还是第1 那是第0 所以我们需要 把它转换一下 转换为所谓的第一 那应该是 2.5 再成立 1加6 得到第一 再除以 股权资本成本 告诉的是10% 再减去增长率 6% 好了 简单吗 很简单 把前面的基本思路 稍作运用 OK了 美国股权的价值 66块 2毛5 现在就看见了股价 如果说你的股价为70 那就是价格大于价值 我们不投资 那股价为60呢 那是价值大于价格 我们就买买买 好 这是第1道题 好 看第二题 说某公司 2011年到2016年 每股股权先进流量 如下表所示 自16年进入稳定质量的状态 永续质量率3% 股权资本成本为12% 那下面 来确定每股股权的价值 首先明确一个点 但是 我们现在价值评估 10点在哪啊 在哪 在2010年的年末 也就是在2011年的年初 对吧 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 请你告诉我 下面这些股权先进流量 哪一个和我们的价值评估 没关系 哪一个和价值评估 没关系 那2010年的这个 每股股权先进流量 和价值评估 就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价值评估 一定是面向未来 用未来的 现金流量预计责线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请问 现在我们对于 股权先进流量预计责线 用什么模型呢 刚才我们说第一道题 那是固定增长率模型 来到这第二道题 它前面是详细预测期 后面是永续期 所以我们再要提 用的折线模型 那一定是分段折线 既然是分段折线 我们现在就分两段 详细预设期单独折线 我们的稳定增长 后面这段时期 我们用第一再出于RS 减增长率G 这个公式来搞定它 我反复提这个计算公式 这计算公式 在我们股票价值评估当中 是介绍过的 虽然对这个计算公式来说 我们分子它是鼓励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鼓励 就直接替换为 我们各种模型下的 现金流量 那么它的思路 它的本质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到时候 我依然用这个计算公式 来表达这个 基本的计算思路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择线 首先 2011年 每股股价线流量是1.2 把它往前折线 就再乘一个折线系数 这个折线系数怎么算呢 比如说这个0.8929 那是1再出一个1.12 这个0.7972 那就是1再出一个1.12的平方 这个他们应该都会 那是不同期数的 负利线的系数嘛 好 前面这几期 11年 12年 13年 14年 包括我们的15年 这都是我们的详细预测期 那么到2016年呢 才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永续期 那永续账率3% 好 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五年 它的一个限制算出来 这几个数据如果一相加 这几个数据如果一相加 这就形成了我们预测期的限制 6.18 下面 占在2015年的年末 面向未来 那2016年 就是我们的第一期了 它的每股 股权限流量 就变为 5.1011 这就是我们公式当中 所谓的第一 所以 这个第一 在这个地方不是股力 它是股权限流量 在所以 稳定的增长力 多少 3% 它的资本成本多少 12% 这样呢 就得到 16年 及其以后 所有各年的股权限流量 在2015年年末 10点的一个限制 56.6789 好了 这是我们后续期 它的一个价值 那么后续期的价值 在2015年的年末 需要把它与折限 再乘以 它的折限係数 0.5674 再乘以这个 0.5674 就得到 后续期价值 得限制 好了 详细预测 其一 它的限制有了 后续期价值的限制 也有了 两者相加 这个 每股的股权价值 就出来了 也要是我们股票的价值 A就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目 对这条题目来说 同学们 计算起来 应该难度 不算太大 好 在这儿呢 我再给他们 稍作举示 有些人说 这2016年 好像这个限制流量 它也没有永续 也没有稳定下来 为啥咱这条题 前面就说了 16年就进入了 稳定增长状态呢 首先 同学们认为 它没有稳定 一定是基于 15年到16年 这两年 它的一个限制流量 不是按照 3%的增长 那确实 不是按照 3%的增长 但是 我们说了 你先不要看前面 你应该是 立足2016 看后面了 它的表达是 从2016 以2016作为基点 2017 2018 一直到后面 永远 都是以前一年 为基础 按照3%的速度 在增长 那你说 这样进展出来 难道就正确了吗 那一定是正确的呀 对于2015到2016 它们之间的增长率 到底怎么样 我们是不管它的 在这儿呢 我跟他们再举一个 稍微通俗一点的例子 我就站在这个死底 就站在15年的年末 我向后面一看 2016年 它的一个限制流量是 5.1011 那么现在 我们站在15年的年末 已经不再关心 你15年的限制流量了 你15年的限制流量 是多啥 我关心啥 我不关心 就相当于 我在这个时点 去买吃老母鸡 是吧 那商贩跟我说 今天 在 赶这个局势之前 他下了一个大金蛋 我说你下了个大金蛋 跟我没关系啊 我现在关心的是 明天下不下大金蛋 后天下不下大金蛋 所以 15年到16年 它的一个增长率 无所谓 我们关注的是 16年 这七亿以后 它的增长率 所以在这个地方 16年 就作为我们后续期 后续期的第一年了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好了 最终呢 我们就想说 哎 每股股权的价值 好 看下面这篇例题 某期 预计20某一年 到20某五年 实力限制流量 如下表所示 那我们这三道题啊 都没有让同学们 计算具体的限制流量 直接让同学们 进行一个折线 那么随着 限制流量的计算 别着急 后面有题目 让同学们自己 来确定限制流量 这2056年起呢 就进入了 稳定增长的状态 永续增长率 5% 在我当前的市场价值 直接高数是6000万 普通股当前 美股的市价是12元 其当前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11% 2056年积极以后的年份 资本成本 降为10% 好了 在这个地方啊 你们就要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折线率 在不同的年份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年份呢 它的风险不一样 风险不一样 这个折线率 自然应该是 有所不同 你们是否还记得 在前面 期权价值评估当中 实物期权 当中不就提到了吗 由于风险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折线率 也不一样 那前面有20% 有10% 也要进行选择呀 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那么时间不一样 风险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释取到的折线率 那也不一样 好了 那么 面对这两个折线率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在现金流量 折线的过程当中 就要基于一个基本原则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诶 你都听我的 要是 我们后续往前折线 经过哪个年份 就必须要用这个年份 得折线率 来与折线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 说通过计算分析 说明该股下 被市场高估 还是低估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 它这个基本思路 它告诉的是 加群平均资本成本 既然是加群平均资本成本 所以为了匹配 第一步 就要算实体现金流量 你要匹配吗 第二步 把实体现金流量 予以折线 得到实体价值 那么第三步 我们要计算了什么 要计算股权价值 因为要评估这个股票 最高估还是低估 股权价值怎么算呢 它都告诉了 债务当前的市场价值为6000 所以 用实体价值 再减 债务价值 就等于1 股权价值 当然算出来 这个股权价值 这是一个总体的量 然后第四步 用股权价值 再除一个股数 是不是得到 每一股股票 它的价值吗 对吧 就由此搞定 来 我们看看 下面它的相关资料 直接告诉了 我们的现金流量 实体现金流量 已经确定 那么现在呢 加群平均资本成本也确定 唯一要我们做的就是 把它与则限定 然后呢 稍微再处理一下就行了 好了 对于这个折现系数来说 那是每一年 用这一年 它的一个折现率 比如说我们 二二零某四年 它的一个折现系数 就应该是 负利限制系数 折现率必须是11% 诶 也要11%啊 然后呢 诶 然后 多少期 一 二 三 四 四期 那么在这儿呢 稍微给同学拓展一下 比如说 假设 第一年的折现率 是10% 第二年的折现率 假设是11% 第三年的折现率 假设是12% 请问 第三年 它的一个折现系数 是多少 第三年年末 我们要把第三年年末的 现金流量往前折现 折现系数是多少 要从此路过 得听我的呀 第三年折到第二年 我们用12% 第二年折到第一年 用11% 第一年折到零死点 咱用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年年末 它的一个折现系数 就应该为 1加12% 再乘以1加11% 再乘以 1加10% 分之1 是吧 就把这三年 他们 各年往前折一期 所涉及到这个系数 跟它一相成 就得到第三年年末 给它一个折现系数 好 这个呢 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前面 这几年详细去折现 他们的现金流量 分别予以折现 折现完了以后呢 予以相加 这是我们预测机 的现金 2620.25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后续期 这后续期第一年 是20某6年 所以站在20某5年的年末 向后一看 咱们20某6年 它的实力限量量 就是第一了 所以我们用1142.40 1142.40 再除以 大家们一看 20某6年 即期以后 所有各年 它的折现率 都是10% 所以后面 这部分的折现率 10% 我们 10% 再减去它的增长率 增长率多少 刚才我们说 它的增长率 是5% 对吧 5% 这样呢 得到 20某6年 即期以后 所有各年 它的实体现金流量 在20某5年年底 时候的价值 那么有了这个价值以后 往前折 折到零死点 所以 你现在把这个价值 往前折 就得 按照11%来折现 所以 再乘以 再乘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 这5年期 它的一个折现系数都有了 再乘以一个 0.5935 0.5935 这样 就得到 后续期价值的 限制 这个数 这个乘数 这个乘数 这样呢 用预测期 现金流量限制 再加上 后续期价值的 限制 就得到 我们实体 价值 实体价值的 合计就出来了 有了这个实体价值的 合计 再减去刚才 我们 负债的 市场价值 多少 6000万 一减 股权价值就出来了 下面这个参数 是个椅子参数 它告诉啊 这个股数 是1000万股 所以用股权价值 再次于这个1000万股 就得到 每一股股票的价值 10.18 这就OK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我们这条题目 最终呢 价值和价格相比 目前 每股市价 42 而我们的每股价值 算出来10.18 所以啊 这个股价被高估 好了 这是我们教材的三道题目 往下走 直接来看下面的题目 计算分析题 C公司是2020年1月1日 成立的高薪减期 我们要进行 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 该公司采用 股权现金流折线模型 对股权的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所需的 有关数据如下所示 C公司2020年 销售收入是1000万 将近目前市场行情的预测 其2021 2022增长率分别为10%和8% 2023即以后各年 进入永续增长阶段 增长率为5% 一定要注意 我们现在研究的对象是啥 是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按照这个增长率 增长下去 往下走 第二条件非常关键 这些公司2020年 经营性营运资本周转率为4 进进性长期资产周转率为2 进进资产的经历率为20% 净负债比上股东权益为1比1 公司税后净负债的成本为6% 这个税后净负债的成本 啥呀 这是税后 税后利率 税后利率 股权资本成本是12% 评估的时候 假设上述指标保持不变 很重要 特别重要 第三个 公司未来不打算蒸发 也不回购股下 为了保持当前的资本结构 采用的是 剩余股地分配政策 来分配股地 啥叫剩余股地分配政策呢 那是公司先满足 如果说这个经历率 还有剩 才分给股东 要是说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你就不用考虑股东 那个方面的影响了 来看一下他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计算C公司2021到2023 它的股权限量量 这是详细预测期 股权限量量 每一笔都要算出来 第二个 计算C公司2020年 12月31日 它的股权价值 好了 那么 对这个股权限量量 我们应该如何来确定呢 来 我们把前面的资料 稍微放在这 我们稍微分析那么一丢丢 首先股权限量量 它有一系列计算公式 对于股权限量量来说 它的计算公式 可以用实力限量量 减去债务限量流量 这没问题 但这道题啊 我们不这样算 因为你还要 先计算实力限量量 再确定债务限量量 才能得到股权限量量 太麻烦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我们可以用股利 减去股权资本的竞争加 在这个地方 股权资本的竞争加 你不好确定 所以第二步呢 我们也把它排除 那么第三个思路呢 那也是 用净利顺 再减去股东权益的增加 我们现在呢 确定用这个思路 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一看 这个净利润怎么确定呢 净利润 金融损益 再加经营损益 经营损益 它就是 用税后进行净利润 来预表示 税后经营 净利润 来预表示 而金融损益呢 那是付的 税后利息费用 税后利息费用 好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的是 这个税后经营 净利润 是多少 税后利息费用 又是多少 税后经营 净利润怎么算 我们要看条件 它说 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为百分之二十 这个条件 在这 在这 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为百分之二十 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为百分之二十 那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怎么算 净经营资产净利润 它应该是 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再出一个净 经营资产 那么 这两者一相处 它应该是等于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说 我们把净经营资产算出来了 税后进行净利润 我们这个经营损利 不就有了吗 那么 税后利息费用怎么算呢 它用净负债 债乘以 税后利润 这个税后利润 它说了 净债务的成本是百分之六 那就是税后利润 百分之六 这个地方 这样呢 再乘以百分之六 这样呢 税后利息费用就有了 接着呢 哎 经过这个思路 这个净利润就出来了 那么股东权益的增加呢 这个好确定 因为你有了净经营资产 有了净负债 这个股东权益 那自然就可以退出了 好了 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 相关参数 应该如何A的解决 要解决这些问题 最为关键 或者说最基础的一个参数 那不就这儿吗 净经营资产 那么涉及到净经营资产的指标 又有哪些呢 嗯 跟上的思路 千万不要打瞌睡 涉及到哪些 涉及到两部分 一个呢 是经营营运资本 一个呢 是净经营性长期资产 你再看条件 哦 它说 经营营运资本 周转率为四 净经 经营性长期资产 周转率为二 又告诉 它的一个销售收入 是一千 所以 二零年 这些相关参数 完全可以搞定 好 我把这个思路啊 先 给它消掉 来继续看我的版书 第一步 我来计算 经营营运资本 经营营运资本怎么算 它说 经营营运资本的 周转率为四 经营营运资本的 周转率怎么算 用营收 一千万 再数一个经营 营运资本 我简写啊 这就等于四 所以 经营运资本 对我们二零年来说 经营运资本 就应该等于 就应该等于 来 应该等于二百五十万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它说 经营性长期资产的 周转率为二 那么即使呢 我们的营收 一千万 再数一个 经营性长期资产 就应该等于二 这样呢 以凡手于几 经营性长期资产 就应该等于 等于五百万 这样 咱们二零年 二零年 咱们先算二零年啊 先算二零年 二零年 咱们的经营资产 就得到七百五十万 好了 这个最为基础的突破口 终于得以解决 根据 我们经营运资本的 周转率 静进性长期资产的 周转率 我们算出来 好 继续消了 消了消了啊 继续 第三步 第三步 我们有了 经营资产 经营资产 为七百五十万 请问 二零年 税后经营 净利润 你能算出来吗 刚才的基本思路 回忆一下 他说 经营资产 净利润 为百分之二十 就说明 这个地方 百分之六啊 就说明 我们 税后经营 净利润 税后 经营 净利润 我写了慢些 你们的跟上啊 再除以 我们的 净 经营资产 这是 净 经营资产 净利润 等于 百分之二十 刚才我们又说 净 经营资产 算出来是七百五十万 这样 我们的税后 经营 净利润 多少啊 你掐子一算嘛 我来掐子算一算 好像等于一百五十万 对的 没错 好 税后 经营 今天算出来 往下走 当然是我们的 经营损益 是吧 经营损益 下面 我们要算 金融损益 金融损益 那不就是 税后 利息费用吗 咱再一看 要计算 税后利息费用 就必须 要先去领 它的净负债 净负债是多少呢 他说 净负债 在比上股东权益 是一比一 所以 我们的 经营资产七百五十万 咱们就一分为二 净负债 那就是 它的一半 三百七十五 这个地方啊 是吧 净负债 比股东权益 是一比一的关系 那么 股东权益呢 那三百七十五 好了 请问 现在 咱们 二零二零年 它的一个税后利息费用 你能算出来吗 可以 这样 税后利息费用 税后利息费用 它就等于 净负在三百七十五 再乘以 百分之六 这百分之六啊 就是税后利率了 那 那么 这两则相乘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口算算不出来 我必须要 借助现代化的工具 三七五 乘以 百分之六 得到的是 得到的是 二十二零五 二十二零五 好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金融损益 当然 如果说 严格意义上来讲 要加一个负号 接下来 金融损益 金融损益 两者相加 请问 两者相加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净利润 这样 一百五十万 再减去 二十二点五万 就等于 我们的净利润 再来算一算 一五零 减去 二二点五 就等于 一二七点五 好了 我们通过 一二三四 四步 才得到 我们的净利润 一百二十七点五 好 这样呢 就算出 二零二零年 它的净利润 好 这样呢 净利润算出来 一百二十七点五万 好了 注意 这是二零年 它的一个净利润 好了 我又把这一页 给消掉了 消掉了 消掉了 好 我们现在 要计算 二一年 它的一个股权 现金流量 那么二一年 股权现金流量 它是不是应该是 二一年的净利润 再减去 二一年 股东权益的增加 刚才我们算出来的 一百二十七点五万 这是二零二零年的 那现在我们如何 推算二零二一年的呢 虽然我们后面的答案 这个计算很简单 但是中间这个思路 我们一定要明确 怎么推呢 来 首先 它说 经营营运资本周转力 进进性长期资产周转力 这两个周转力都不变 那么 这两个增长力不变 就说明 经营营运资本 和进进性长期资产 都和营业收入 成比例变化 等比例变化 对吗 对的 因为你分子是营业收入 分母是这两项资产 你们的比值不变 所以 你们一定是等比例增长 那 这样才能 既然 既然这两个部分 和营业收入的增长力一样 那请问 进 经营资产 和营业收入的增长力 是不是一样的 进经营资产 不就是这两部分一相加吗 这两部分 各自和营业收入的增长力都一样 所以总体 进 经营资产 它的增长力 依然 和我们的营业收入的增长力一样 所以 基于此 得到第一个结论 进 经营资产 它的一个增长力 就等于营收的增长力 多少 营业收入 二二一年增长力 百分之十 继续 他说 进负债和股东权益 这两者的比例关系呢 是一比一 五五开 既然这两者的关系 是一比一 那 进 经营资产的增长力 又是百分之十 这两者的合计的增长力 那不就百分之十吗 由于这个比例关系又不能变 所以 净负债的增长力 还有 股东权益的增长力 是不是 也同样都等于 百分之十 所以净负债的增长力 和股东权益的增长力 都等于 经营资产的增长力 也等于 我们营业收入的增长力 都等于百分之十 好了 那继续啊 他说 净经营资产 净利率 百分之二十 保持不变 净经营资产 净利率怎么算 税后经营 净利润 再属于 净经营资产 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以不发生变化 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净经营资产的增长力 就等于税后经营 净利润 的增长力 所以 税后经营净利润 它的一个增长力 那同样 不也等于百分之十吗 因为这两者的比资关系不变吗 好了 咱们再看 那继续啊 再看啊 他说 净负债 他的税后资本成本率 是百分之六 那这个也不变 这个也不变 只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 我们的 税后利息费用 以按照 百分之十的增长率来增长 为啥 因为这个净负债的增长率 是百分之十 然后呢 净负债的 这个税后资本成本率 百分之六 它也不变 所以呢 税后 利息 它的增长率 百分之十 好了 我们说这个净利润 这个净利润是什么 净利润 是税后经营 净利润 再减去 税后利息费用 这两部分也相近 这两部分的增长率 都是百分之十 告诉我 净利润的增长率是多少 那我们这个净利润 它的增长率 不也是百分之十吗 好了 算到这个地方 你们终于恍然大悟 哦 原来股东权益的增长率 21年相比20年来讲 增长了百分之十 而净利润 也是 21年相对于20年 增长了百分之十 那么 对我们 20年 这两个参数 都有了 净利润算出来 127.5 我们的股东权益 刚才算出来 375 我都还记得呢 所以基于此 开始了 21年 它的股权 现金流量 就等于20年的净利润 127.5 再乘一个 1加百分之十 得到咱们21年 得到咱们21年 它的净利润 再减去 股东权益得增加 这个20年 股东权益375 21年增加了百分之十 这不就是21年 股权现金流量吗 由此就出来了 刚才那个推导啊 很有意思 那么下去 自己拿个槽盒子 跟上我的思路 自己再画一画 再写一起 好了 这样呢 21年 它的股权现金流量 就算出来 来 看看这多少 21年 股权现金流量 算出来 是 102.75 那么接下来 22年呢 那么对22年来说 根据前面的一个分析 它的净利润 它的一个股东权益 都和营业收入 或者说和销售收入 是等比的增加 这意思 我们22年 23年的股权现金流量 就好就算了 来 看一下22年 22年 它就用21年的净利润 再乘以1加上 22年 它的一个增长率 这得到22年的净利润 再减去 375乘以1加10 这得到21年的股东权益 这就算了 我们和销售收入的增长 百分比是一样的 再乘以8% 这是22年 股东权益的增加 所以用22年 它的净利润 减去22年 股东权的增加 得到22年 股权现金流量 下面23年 我就不再多说 在22年净利润的 就是上 我们按照销售收入的 增长百分比 增长为23年的净利润 再减去23年 股东权的增加 行了 这三年 股权现金流量 选择出来 第一个小问 得以解决 下面第二个小问 既然CE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它的股权价值 咋算 把这些参数 往前折现 那不就OK了吗 因为他说23年 积极以后 就进入了永续增长阶段了 好 现在我来列试 跟上我的思路 21年股权现金流量 是102.75 往前折现多少 折现一期 所以再除以 再除以 1.12 它的股权账本成本 12%嘛 所以1.12 往前折一期 那么接下来 咱们22年呢 22年 股权现金流量 是118.47 118.47 再除以 1.12的20方 往前折两期 好 接下来 我们23年 就看成 后续期的第一年了 所以再加上 23年 股权现金流量 136.76 再除以 股权账本成本 12% 再减去 永续增长率 有多少 5% 前面5%嘛 5% 然后呢 再往前折两期 数以1.12的20方 好了 这样 2020年 12月31日 它的股权价值 由此就计算出来了 好 那么计算出来 这一中 多少啊 看一下 这种应该是 这种应该是 这两部分相加 是吧 一个呢 是详细预测期的限制 然后呢 加上后续期 现金流量的限制 那就是 186.19 再加上 这个地方 1557.50 两者相加 得到我们 整体的股权价值 1743.69万 这条题 到此 也就结束 好了 这是我们 这条题目 这条题目呢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通过前面的 一系列具体的分析 最终 把指标之间的关系 给它理数了 然后呢 才能得到 我们计算 股权性流量的 两大参数 一 净利润 二 股东权益的增加 好 在这条题目 下去 值得同学们 再看一看 再迷一迷 比如说前面 我们第一个小问的 基本思路 在19年 综合体当中 就有所体现 对这条题目来讲呢 实际上 是早年的一道考题 大概是 12年的一道考题 前面的指标之间的 一个基本关系 在19年综合体当中 实际上是有所体现的 这些思路 都很重要 在这条题目标之间